苏院長叫做永迪 一路從行政院抗議到監察院 要蘇院長救救他們 这些人全都是永平国小 自救会的家长们 会这么大老远来抗议 诉求是这个 这里就是新北市永和永平国小 其实家长最担心的是 一旦前瞻计划补助拿到手之后 这边就会建成地下停车场 而相对过去是垃圾掩埋场的垃圾 也会被翻出 等于孩子边上课边得忍受垃圾位 还有施工噪音 家长更生气的 需要建这个地下停车场 应该要先获得家长同意 再来申请前瞻补助 但他们指控现在程序都倒过来 永和区的立完 永和区立完 他就是本来我们要先申请同意书 才能家长会同意书之后 才能申请前瞻计划 直接点名来因在地立委林德福 也揪出距离永平国校外的污水处理厂 明明就有规划立体停车场 而且还是有通过前瞻初审 但永平国校要建地下停车场 则是没前瞻审查 却排候补第一 林德福搞不懂为何反对 毕竟看看现场 未来捷运万大县的出入口 就在永平国小的正门口 只是家长也担心孩子的受教权 也喊要盖 就要先安置孩子到其他学校 TVBS新闻华绍品李国正台一轮 台北报道